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在极限挑战哥哥们并没有误会 而是一直给他鼓励 哥哥们也是告诉我说 其实就去做你自己 不用去管一些别人的想法 跟别人对你说什么 别人给你的评价 这个就是我 这是真的我 所以我不害怕别人说什么 我把一切交给时间 时间来证实证明这所有的一切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闲言孙语丝毫不影响张一新和哥哥们的兄弟情 新一季的极限挑战已经开路 再次重聚的极限男人帮 感情依旧好的不要不要的 跟哥哥们聚在一起 我说就是再晚再累也一定要聚餐 你知道吗 就是对我晚上那个吃饭那个环节太重要了 你知道吗 就是可以从以前聊到现在 从小时聊到大时 在哥哥们细心呵护下 小绵羊张一新在面对节目的种种游戏重重难关 早已是得心应手 游刃有余 从2015年开始 不知不觉间张一新和极限挑战已经陪着的观众走过了四年时光 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时不我待 时间不等人 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短暂 就觉得时间 越来越觉得时间的珍贵跟宝贵 不敢回首 一回首我已经走过了27年的岁月 91年的张一新如此感叹 难免有些招恨 但这都离不开最近工作中遇到的人事物 到最近我在片场 我叫别人哥哥姐说 诶 他说 诶 星哥 我可能比你小 我说 啊 你几几年的 我98年的 啊 原来我老了 所以我看到一些网络上的评论说 90后的 特别是90 91 92会有中年危机啊 我觉得这是真的 怕自己年纪大了 我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完成 和所有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样 张一新一直在努力着 有志者 施敬成 在前不久第25届东方风云榜音乐声典上 张一新更是连拿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佳制作人 最佳专辑三个大奖 其实非常的激动 但是就是 但是有没有见过这种操作 就是一下崩来拿三个脚 而且是刚刚开场 也我想写这个感言 我真的无从下笔啊 你知道吗 那个内心的心态 我也想告诉所有选择张一新的人 没有选择错 都是对的 尽管现在的张一新不论是在音乐 亦或是在影视方面都取得佳绩 但努力努力再努力这句话 依然是他对自己不变的承诺 新专辑已在筹备中哦 我是个音乐人 如果不学习新的东西的话 我做的是流行音乐 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所以我一直在学习 我一直觉得ship是一座高山 我觉得ship这座高山我肯定没办法越过 其实我心里很慌 但是直到我那天把这个第三胎的主打歌做出来的时候 我有信心三胎的主打真的有可能超过shi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及其中国专门 台湾ys 只能支持s ahora那边太 Oper Tür 方面 大家在这些市区里面 很高cc 距望 但是我们可以与曆 魅所以还在右呢 侯